三方支付和数字人民币 它两个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二者 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本质上就是货币和支付机构的关系 在我们现代的人币里面 第三方支付机构 它就是一个支付运营的机构 所以在数字人民币里面没有变化 数字人民币解决的是货币问题 这个第三方支付机构 还是一个支付机构 那么不同的可能是 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人民币 人民币投出来以后 它并不向社会上去直接去做 它是通过这个商业机构 包括支付机构 货币才在社会上去流通 我们叫双层运营结构 或者二元运营结构 央行面对的是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等等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再去面向社会公众 那么以前的央行是不去 它是没有不知道这个货币的 用户的信息和交易的数据的 这是数据都是在运营机构里面 那这一次可能你 我说你用过没有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你要用的话 到目前为止 你要下载人民银行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 你要输入你的身份证 你的手机号码 下载这个数字人民币APP 那下面会勾连它许可的 数字人民币的运营机构 现在几个大的银行 甚至包括网上银行 微中银行等等 可能都属于它的指定的运营机构 那么所有的用户信息 就有可能通过 因为你都是下载人民银行统一的APP 人民银行未来有可能 掌握所有数字人民币的用户信息 和你所有交易的数据 这个可能是跟以前是最大不同 以前可能这些数据都集中在运营机构里面 特别是像我们第三号支付机构 大量的用户和交易信息 都在它这个地方以后 它的竞争优势会非常的明显 但未来可能最全的 不是任何一个商业机构 最全的在人民银行这个地方 这个可能才是我们最大的变化 但是就之前有说 用户如果要开数字人民币的话 就只需要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 那运营商会不会掌握 它是这样的 就是目前你要去下载人民银行的 这个数字人民币APP的时候 还是要我们大陆的二代身份证 加上你的手机号 但是下边要勾连 那是具体的运营商 你要在哪个银行开你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一个手机号 就可以在那一家 所以我不为什么讲 最全的信息是在人民银行 不是在这一家 当然这是只靠一个手机号 数字人民币钱包是分档次的 只靠一个手机钱包的话 它的账户余额 单笔支付的余额 每天支付的总额 都是有限制的 这个是最低一点 当然光有个手机号还不够 你在用的时候 还有一个你自己加密的密码 你自己的密码 这个是要有字母加上数字的一个字符串 这是最低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 因为它就有限额 方便了 但是就可能出现问题 它要保密 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这个限额不够的话 你要升档可以 它马上就会有升档的加密的要求 比如说要连谱识别 如果你连谱识别这一档次你还不够 你还要再高的话 那可能就要再增加一些保密的措施 那么最后最高一档 你得去当面 跑到这个运营机构的柜台 去当面面签 做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才可能给你最高一档的那个待遇 因为这是会为你的这个资金安全保密 这个做保护